你听说了吗 皇后娘娘要把莲芯 配给王公公 这也得两情相悦吧 你说莲芯会喜欢王公公吗 那怎么了 站住啊 王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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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呢 太监无妻儿 宫女无夫郎 我们结个伴怎么了 是是是 是是 这宫女随面的人 才能得到主子的这个赏赐 你们有这个脸吗 是是 你们有这个面吗 恭喜王公公 恭喜王公公 但是活给你们都派上了 干活去 是 是 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是 王亲看上联系很久了 只是皇后娘娘一直没有松口 如今不知怎么 就答应了 许是皇后娘娘 想见王亲探听圣意 多重依靠 可她是皇后啊 何必呢 万人之上 有万人之上的孤苦害怕 就像站在塔尖上 一阵小风都会变成大风 倒是苦了怜心 嗯 咱们挑点新鲜的薄荷叶煮水 永皇怕热 用这个洗澡凉快些 自从大阿哥来了 这里多了些欢快的声音 嗯 皇上昨天晚上说 永皇住在延禧宫 你也费心照顾 所以打算给你尽一尽位分 便是贵人了 皇上这是看重长子啊 只是不知道谁有幸 可以生下皇上登基后的 第一位皇子 那才真的是贵子 姐姐 加把劲啊 儿子请母亲安 请喊娘娘安 起来 怎么不高兴啦 那我们先用晚膳 用完晚膳 母亲陪你出去走一走啊 嗯 好高兴 母亲 嗯 二弟第一天来读书 陈太夫就夸他人后 嗯 有太子之风 母亲 做太子很好吗 为什么永莲可以做 我不可以 永莲是皇后娘娘嫡出 身份很尊贵的 可我是皇阿玛长子 他们都说 长子应该做弟弟们的表率 太子不就是表率吗 谁跟你说的这些 我娘在世说过 我娘说 太子也有许多是长子来做的 永皇 在宫里啊 子凭母贵 母亲和你额娘都是嫔妃 比不上皇后娘娘 所以你的地位也比不上二阿哥 这话以后不许说了 说出去给自己招货 知不知道 你 儿子明白了 楚 有哭声 谁啊 谁在那儿哭 我必须贴贤妃娘娘安 我必须贴妃娘娘安 你怎么啦 眼睛哭得跟个桃似的 冬天就是想家了 你伺候皇后娘娘 更要注重一些仪容 别挂了一脸泪狠鬼却 皇后娘娘疼我们 不会责备奴才的 谁不知道皇后娘娘疼你呀 你可要大喜了 你 我 我呀 当然是没有皇后娘娘亲自婚配 这般好福气了 先恭喜姐姐了 阿珠 你还笑 话那么多 主 今上午奴婢去皮库 谁知道他们忙忙碌碌的 说皇后娘娘正在给连心被嫁妆 要嫁给王亲呢 好好地一个姑娘家真是可惜了 有什么可惜的 这满宫里的太监属王亲地位最高 好多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 连心配了她 是占便宜了 宫女配太监本就可怜 你不能取消她 主 以后 您也会给奴婢许一个好人家吗 那是当然 奴婢全凭主恩典 对 索信 主今儿高兴 快求求她 让她也给你指一个好人家成婚 奴婢要一辈子伺候主的 贵妃安 听说昨儿永和宫里的太医跑进跑出的 皇上也去了 你离那儿近 知道何事吗 贵妃一向消息灵通 我还想问您呢 本宫还以为 贤妃那儿春色常住 一日也不落下 皇上自会告诉你 这谁啊 皇上欣赏的 就这么碎了 旧一只玉钗而已 皇上赏得还少吗 小家子起 看清楚是谁了吗 看背影像是俗云 应该是没场在 主儿 别气恼了 别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 臣妾请皇后娘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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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才从长街过来 主儿不知被谁的碾叫冲撞了 人差点扭了 连皇上赏得碧玉钗也跌碎了 臣妾当时实在不敢计较 怕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 可还是晚了 请娘娘见谅 你无大碍就好 那没看清是谁撞的吗 奴婢看着 仿佛是没常在 方才是冒失了 差点撞到贵妃 你现在知道撞着本宫了 方才怎么逃得像一阵风似的 本该停下来给贵妃致歉 只是有桩要紧事 不得不先来回禀皇后娘娘 所以对不住了 至于爹了皇上赏的碧玉钗 您到贫妾宫里随便挑选 陪您几支都不要紧 你是在跟本宫说笑吗 昨日夜里永和宫就闹了一宿 今日又如此无礼 你别以为皇上宠着你 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禀皇后娘娘 臣妾昨夜偶感腹痛 臣妾昨夜偶感腹痛 皇上传了太医来看 说是臣妾玉玺 已然有身孕了 这么快 不算快了 臣妾服侍皇上已有半年 若是半年都还无身孕 那定是臣妾无福 没场在 你快坐吧 谢皇后娘娘 这可是大喜事 只是 若是玉玺怎么会腹痛啊 太医说臣妾玉玺才越愉 臣妾体质寒凉 胎儿体热 有所冲撞才会腹痛 其实也无妨 臣妾也是因为 会着急将这件事回禀皇后娘娘 所以冲撞了贵妃 也不敢停留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 得了 才有了身孕 仔细些便好 万一磕了碰了 小心丢了这份福气 好容易得来的福气 怎么会就这么丢了呢 有贵妃庇佑 贫妾和孩子的福气 还藏着呢 没常在 你这是头胎 要格外小心 本宫会多拨些人过去伺候你 缺什么要什么 尽管来说 这十月怀胎辛苦着呢 不过这辛苦也是福气 是 贫妾看贤妃娘娘抚养大阿哥 费心尽力 这不是亲生的都让且如此 若是亲生的 该何等艰辛啊 还是贵妃福气好啊 这没生养的人 总是看上去年轻些 你 好了 这有孩子的固然高兴 没孩子的也不必急 你们早晚 都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没常在这胎来得好啊 若是个皇子 可是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呢 那可是大贵之子 承家贵人急言了 我还是会不肯定了 你叫做婢膝 你抬家了 你这儿又要去世了 那太远了 你 IDEAS了 就在中秋后 皇后娘娘 奴婢不想成婚 本宫知道你忠心 所以才怕你嫁得好 你的嫁妆 本宫会加倍给你 皇后娘娘 廉心 王亲 忠义你取酒 这门亲事 是求也求不来的好姻缘 你可不能辜负了 皇上对你的疼惜 娘娘 皇后娘娘慈爱 廉心高兴的 话都说不出来了 奴婢先带她下去了 皇后娘娘真是慈爱敏下 是啊 王亲可是皇上眼前的大红人 这门姻缘 配得上廉心 现在最要紧的 是梅长载腹中的龙胎 梅长载 你可要好好修养 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是 也许